真的每一次能够来敬拜神 这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祝福 而我们能够被神得着 神也摸着我们 我们的心能不断来敬拜 来赞美 来称颂祂 你知道我们心中有耶稣 是我们这一生生命中最大最大最大 而直到永远的祝福 阿们 所以我再次要鼓励大家 我们等一下马上就有两点半 有这四十天的祷告 我们在六日是实体的剧情 那每天成岛 我们有一个直播的线上的一个转播 我很渴望亲爱的东西 你要遇见他 这一生你遇见好多人 这一生你遇见好多事 但是无论你遇见多少人多少事 你一定要遇见神 阿们 为什么又要四十天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又来四十天 又来四十天 亲爱的东西你知道吗 这次的四十天不是又来四十天 是因为过去几年 整个台湾众教会 每一次联合起来 连结起来四十天 就看见神伟大的作为 在这块土地上面 没有雨水 我们祷告 神降雨水 而台风进来 台风这几年几乎撞不进来 即便在门口都因为祷告 蒙包所没有进来 你以为是因为有什么神力吗 你以为是什么 他们说什么磁场吗 是因为台湾现在有好多教会 特别真理堂 我知道有一个专门 台风要进来 专门为台风祷告的RPG小组 是因为宗教祷告 保护了台湾 所以不是什么台湾的磁场 跟人家不一样 而这次疫情两年多下来 你知道很多的国家 其实我们的疫苗也不够 我们各样不一定 我们足够的资源 但神保守台湾 隔壁的香港 每一天现在还确诊几万的确诊 大陆还有几个重要城市 包括上海 现在连外面飞机都飞不进去 因为所有的封住了 完全进不去 因为疫情 欧洲也是一样 我们的韩国日本 都一样比我们更严重 而今天台湾 在疫苗不足的情况下 我们今天神保守 因为教会起来 为这块土地祷告 因此这四十天 不是又来四十天 跟朋友说不是又来 是因为我们过去 已经看见四十天 神保护保守台湾 神的作为 已经让我们看见神迹其事 以至于如果 因着四十天的祷告 能免去一切的疫情 而且战争战乱 而我们看见 你知道这是神的保守 因为这样子 保守了这块土地 请问我们要不要 因为四十天保护了台湾 因为四十天免去了战争 因为四十天让台湾 有一个神的 同在里的荣耀降临 请问要不要 当然要 所以我们渴望 这四十天 神一天一天的 在帮助我们的生命 来遇见他 我们有祷告手册 我相信每个人手上 都有祷告手册 一天一天的 你在经文里面 你可以看直播 或者你可以来到这里 实体聚集 我们都欢迎大家 说主啊 这四十天 我的生命有一个翻转 有奇妙的改变 我一定要遇见他 主我这一生 我遇见好多事 我遇见好多人 但主啊 又更重要的是 我一定要遇见神 阿们 所以我下面先请翠翠 要来分享 我们现在只进行到三天 这三天 神在他生命中 做了什么奇妙的工作 因此如果 因为四十天 整个台湾的教会 在基督身体的合一里面 连结祷告 带下台湾 更大的被保护 被保守 而且能够再免去一切灾祸 请问我们要不要四十天 如果因为四十天 换来的是神的平安 要不要四十天 求神怜悯 你的家因为四十天 而带来改变 你的生命因为四十天 而带来改变 因此我先请翠翠 有一点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 昨天的祷告会呢 我坐在前面 然后呢 牧师一上台 就讲到就是 有关批评论断嘛 我们这几天的 三天的主题是批评论断 然后埋怨跟传舌嘛 到昨天 那牧师一上台的时候 就讲到 他自己有一段时间呢 就觉得自己 很多的计划都没有实现 就是他自己列了很多的目标 可是感觉自己都没有做到 所以他其实 有一天呢 他只非常的沮丧 也对自己很失望 然后沮丧到一个地步呢 就什么都不想做这样 那当牧师这样分享的时候 我就觉得 对我也是这样子的日常 就是我常常都在里面呢 就是不停的学的自己 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完成 那牧师就分享说 其实我们常常说论断 都想到我们论断别人 可是其实我们每一天 花了很多时间 在论断自己 所以神光照牧师说 他其实在论断他自己 那我就觉得 对我也是常常这样子 论断我自己 那接着呢 就进到敬拜 所以在敬拜的里面呢 神就让我看到一个画面 因为我最近呢 正在进行一个 就是自我肯定的一个行动 那这个行动呢 就是每一天呢 只要我觉得 我自己做得很好的时候 然后或者是我问上帝 你觉得我做得怎么样 如果上帝觉得很棒 我就可以给自己一个金币 那我就会把它记录下来 我这一天得到多少个金币 然后累积到一个数量之后呢 我就可以去换我想吃的大餐 或是去买我想买的东西 作为一个奖励 那其实这个行动 只是要帮助我自己 不要再看自己做不好 做不到 做不完全的事情 要多肯定自己 即便就是做完一件事情 觉得其实做得很好了 就给自己一个金币这样 然后就会帮助自己 不会一直在看自己做不好的地方 然后所以我在敬拜当中 我就先看到一个图片 就是耶稣就过来勾搭了我的肩膀 然后就跟我说你很棒 那其实这句话我们都很常在祷告的里面看见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很感动 接着我就跟那个两个天使呢 就从远方走过来 然后他们两个人呢 就在滚一个很大的东西 很像我们在那个复活节 会看到那个空坟墓的那个 滚那个坟墓门这样子 他们就远远这样滚 滚一个金色的东西 最后滚滚滚滚 滚到我跟耶稣面前 就是一个超级大金币 所以神就是拍了两个天使 然后抬了一个金币把它用滚的 然后就滚到我跟耶稣的面前 然后神就跟我讲说 你超棒的送你大金币 那所以在敬拜的东西结束的时候呢 其实最近一直在我心里面觉得很 很控告我自己的大概就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是牧养年轻人 所以我的小组里面呢 大概有三十几个年轻人在小组 可是我常常都觉得 他们跟教会的连结不是那么的密切 不管是主日的参加 祷告会的参加 或是小组有些时候 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来参加 小组有没有经历审 然后我就很焦虑 然后也很担忧 这是我里面常常有的焦虑 可是我又不知道 怎么跟这些年轻人表达 因为我又不想要用逼的用打的 然后或是用骂的叫他们来教会 所以我里面就会觉得自我论断说 一定是我的小组带不好 一定是我没有很殷勤的 邀请他们来教会 我就是不喜欢勉强别人 我太讨好他们了 你看他们现在就是觉得 教会的事情可有可无 我里面就开始有这些声音 然后甚至就开始跟神埋怨 就说你看啊 这些年轻人都不爱神啊 这样怎么办啊 你看埋怨 然后就抱怨神 抱怨自己 抱怨环境这样子 然后呢 我就在祷告结束的时候 我就收到一个line 那是我们小组的主缘 然后他就line给我说 这个翠姐我在想 这每一天祷告我们大家领受的这种感动 可不可以呢 不要只有我一个人在回应 我们可以找一些人 大家一起来回应 然后我们可以来想想看怎么做 我觉得他这个简讯就是不早不晚 就刚好在昨天的敬拜赖进来 我就知道神在安慰我 神在告诉我说 嘿你看不是你想的这样 你总是觉得你自己做不好 你总是控告你自己 可是在你没有做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年轻人 我自动在他们的心里面动工 也不是你看到的这样 你觉得他们没来教会 他们就不爱神或不经历神 然后神又让我看到 其实那一天昨天早上 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我的小组主缘 然后他今天也来主日了 感谢神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神 要让我一直看见就是 你现在看见什么 不要一直去看一个 你做不到的事情 再自找麻烦 然后就控告自己 第二个就是我高雄医学大学的服饰 我常常在里面有一个 伟大的梦想跟理想 就是我觉得既然我在高雄大学 而且我每个礼拜去两天 然后每一次都可以接触到 十个到二十个学生 我们保持在学校有很好的关系 可是我心里面有一个遗憾 就是很难把他们带来教会 然后我们也很想 要把他们带来教会 我里面的期待就是 有一天他们可以受洗归族 然后跟教会的年轻人一样 有小主生活 有主日生活 然后火热服侍神 但是从通常我就觉得我都看不到 然后我就很心急 然后就想说 是不是因为我又关心的不够情 然后我就觉得 有时候就会合理化告诉自己说 没关系啊 福音御工就是这样 你先撒种 后面会有人收割 可是总觉得事情就是做一半 所以我就跟神讲说 我可不可以在我看得见的日子 看到他们受洗 或是看到他们来教会 所以就觉得自己好像又是做不好的感觉 但那一天昨天早上 除了这个讯息以外 另外一个简讯就是高雄医学大学的学生 有一个大四的学生 就在我敬拜完之后 我就收到两个line 另外一个line就是高雄医学大学的学生 他就跟我讲说 崔姐我想问一下 你们的主日崇拜是什么时间 我今天想来 刚刚他第二堂就来了 我们感谢赞美神 是一个大四的学生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神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跟记号 就是在告诉我说 其实不要一直论断自己 不要一直控告自己 其实很多时候神都在工作 然后我也觉得就是 今天待会牧师要分享的信息 就是我们每一天就是神都会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继续往前走 好 我们再一次吧 神的神 哈喽 OK 好 因为等一下还有祷告会 我这一堂要非常精简 但非常有神同在的分享神的话语 刚刚说神在我们中间 好 所以感谢主 我想这几年世界震动的非常厉害 对不对 不论是疫情的震动 这个地震的震动 还有天然灾火的震动 还有战争的震动 我们总觉得好像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我只能说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 已经进入到一个阶段 就是接下来的困难 不是人类所有的力量能解决的 不是所有的科技文明 甚至整个人类没有力量 能够来面对前面的这个环境 所以在这震动中 我们当怎样与神同行呢 而每一天难道就震动 所以每一天只是紧张吗 每一天只是焦虑吗 每一天就是不知所措吗 我们在震动中 神告诉我们怎样来与他同行 旧途我们在地上活着 是靠上帝而活 神是使我们超越环境的神 再次说超越 环境如何的困难 神超越环境 超越一切的困难 在旷野里神供应玛纳 在迦南地上 神对以色列百姓说 我给你们的地是 有山有谷 有雨水滋润之地 所以神的工作是超越 你一定要一个超越的 超越的 因为你没有超越信心的思想 你知道我们总觉得 就会被难处被卡住了 我们就觉得太大太大太困难了 因此当整个人类的历史 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甚至是接下来是根本人类 没有力量 没有能力 可以解决的环境 我们进入到一个这样的 历史的阶段的时候 我只能说 这就是神今年给我们的 我们必须拥有恩高 必须拥有这样的新的恩高 我们才能走上新的道路 这就是今年整个新道路 新恩高 阿们 求神联名 我们让我们真知道 在这样的阶段 如何呢 那在震动中 难道每一天只是紧张 每一天就是担心焦虑吗 其实不是的 有一段话讲到 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不是去摸索 模糊不清的未来 而是要去执行当下 在我们手上的工作和任务 我们必须过好每一天 我们的明天才有价值 过好每一天 我们的明天才会更好 过好每一天 我们才能面对更好的 明天的盼望 而神怎么教导我们呢 就在主导文里面 有一句我们非常喜欢的 因为每一天都会遇上这件事情 在马太福音六章 十一节 马太福音六章十一节 我们来读这一句话 留意这句话 就是很简短的一句话 神教导我们 在震动的日子 我们当怎样过每一天 这里说一起来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我们日用的饮食 圣经说 今日赐给我们 我们日用的饮食 日用的需要 每一天需要 每一天所吃的东西 每一天所要用的东西 请问神在什么时候赐给我们 当天 今天 我们日用的饮食 日用的需要 日用的一切 神说什么 圣经说什么 今日赐给我们 我们日用 我再说 日用的饮食 我们以为是 神你早早会有预备 日用的饮食 是主要一个礼拜以前 一个月以前 主要日用的饮食 主要一年以前 你就会有预备 留意这里讲到的是 我们日用的饮食 神说什么时候 给我们预备 今日 当天 当下 因此在这句话里面 当我默想的时候 我们日用的饮食 圣经说 今日赐给我们 因此在震动的日子 神说 抓住今天 活在当下 不是因为震动 以及每一天 只是担心 不是因为震动 每一天只是担忧 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我们日用的饮食 即便震动 神仍然在 日用的饮食上 今日赐给我们 上帝做事的法则 是一天 有一天的供应 今天 有今天的供应 明天 有明天的预备 就像以色列百姓 在旷野 在旷野 神供应他们 玛纳 而神怎样 供应他们 玛纳呢 因此要摩西 对以色列百姓 说 一起来 所收的玛纳 不许什么人 留到早晨 留到早晨 意思是 不可以隔到 不可以 过夜 或者不可以 留到隔天的早上 然而 他们不听摩西的话 内中有人 偷偷地 留到早晨 留到隔天的早晨 结果怎样 生虫变臭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日用的饮食 神顾念我们 每一天所需要的 请问你需要什么 每一天 不只是三餐 我们需要吃东西 每一天你需要什么 money 神知道 每一天还需要什么 你需要 你需要什么 鼓励 你需要爱情 每一天你需要什么 每一天所需要的 神知道 因此神在什么时候供应 是在今日赐给我们 因此让我们从这里 让我们看见 神在旷野 供应以色列百姓 用玛纳供应他们 而且是不可以隔天到早上的 因此让我们看见 神的供应不只是当天 是当下 而且这个供应的有效 其是一天 不是像太阳品 三十天 不是像猪肉干 三十天 不是像人家的奶粉 三十天 神马那的供应 是当天 而且有效其是一天 你说上帝 你自找麻烦 你刚才就把一个月的 给我不就好了吗 你就不用烦恼了 你就把一个月给我 然后上帝 你就可以很安息 你就可以安心 我们要的都总觉得 神你给我一个月 你给我一整年 但神在这里 告诉我们的是 今日的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神的供应是每一天 每一天 我请问一下 你吃东西的食物 你喜欢现做现炒的 热腾腾的 你还是要吃冷冻食物 我们都喜欢现做的 对 热腾腾的 这是上帝的定义 神定义你日用的饮食 祂是今日赐给你 神在这里 让我们要把所有的安全感 建立在祂的身上 四十年神供应 玛纳在旷野 给以色列百姓 四十年 你刚才没说四十年 四十年是一万四千四百 多个日子 见到你看见上帝的慈爱吗 四十年 祂可以一次四十年 供应给你 但上帝为什么要在四十年 分每一天 每一天 一万四千四百个日子 你能明白吗 上帝没有拖延过一天 上帝知道你 因此神 让我们在以色列百姓 旷野四十年 供应玛纳 这件事情上 认识祂是怎样的带领我们 神没有错过一天 不供应给以色列百姓 没有一天忘记 即便以色列百姓犯了罪 即便以色列百姓不好了 糟透了 甚至拜金牛堵了 上帝仍然供应他们 玛纳 神真的是不可思议的神 透过四十年 一万四千四百多天 每一天神都没有忘记 因此这里让我们学到 神是照着祂的信实和慈爱 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总觉得 神是依据我的表现 依据我的行为 依据我的心情 上帝做事永远不依据人 也不是根据环境 神的工作是依据祂的慈爱 信实和怜悯 一万四千四百多个日子 上帝从来没有忘记他们 他们在每一天学会 如何来跟从神 每一天学会 倚靠神每一天的供应 因此到了 这个以利亚 列王记 这里记载以利亚 遇到旱灾 干旱的日子 神要他去基利西那里 这个喝水 而且呢 吩咐乌鸦那里供养他 乌鸦早晚就给以利亚 先知以利亚 你觉得上帝你开玩笑 上帝你很幽默 上帝吩咐谁来 叼饼 叼肉 乌鸦 你如果知道乌鸦的属性 上帝你为什么不拆派鸽子呢 鸽子 你知道鸽子会飞回来的 鸽子懂得回家的 乌鸦出去不知道要回来的 你能明白吗 来看着 神拆派谁 神吩咐谁 神是拆派鸽子还是乌鸦 乌鸦 乌鸦的性情是出去就不知道回家的 鸽子出去会回来的 但是神就透过在乌鸦 让我们很不放心 早上出去晚上会回来吗 早晚刁饼和肉来 因此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为什么神的供应是一天一天一天 一次一次的 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渴望是神你最好一年 一辈子一生就这样供应我们 上帝要让我们学会 在每一天 每一次 每一个事情上 都来依靠他 上帝不喜欢人的力大 马的腿快 神要知道我们每一次 每一天依靠他 我们就能看见神的工作 看着我 我们都不喜欢吃东西是吃冷的 对不对 不喜欢吃过夜的 我们都不喜欢吃冷冻食品 我们希望做现炒的 现热的 而且是热腾腾的 因此就是为什么 今天神说日用的意思 今日 每一天 意思是每一天 你都能看见神恩典的供应 阿们 每一天看见 意思是每一天 你会知道神的供应 是每一天 不是隔一段时间 是每一天 每一天 每一天 我请问一下 玛娜每一天供应 请问今天即便你再不好 上帝有没有把空气收回去 没有上帝 你再不好 上帝没有把空气收回去 再不好 上帝没有把太阳收回去 再不好 也有阳光 先生你知道吗 神何等的慈爱和怜悯我们 因此神要在每一天 祂的供应里面 让我们看见祂的恩典 是这样真实的 每一天 每一天的供应 但是我们人的问题和麻烦是 我们总是学不会倚靠神 因为这个世界 已经把我们训练的 我们太依靠自己 我们里面虽然知道 要依靠神 但这个世界的系统 所有的教育训练 已经把我们训练成 要依靠自己 我们都不知道 什么叫做依靠神 因此为什么我们的人生 会撞得头破血流 因此神差一派乌鸦 乌鸦不是我们喜欢看见的 因为乌鸦飞出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 只有鸽子飞出去会回家的 好多的环境 好多的事情 神好像都是拆派乌鸦 你想的是鸽子 但神用的是乌鸦 我再说一次 我们想的是鸽子 但神拆派的是乌鸦 我们总是希望 哪一个神里的预备 安全一点 神你给我供应安全一点 神一定供应 但很多时候神供应的过程 神要我们学会来信靠他 依靠他 因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这个世界训练我们 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安全感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来依靠神 只要一点点 我们就觉得不知道怎么样 亲爱的朋友们 每一天 每天神在供应我们 神差一派乌鸦 鸟鸟鸟鸟鸟肉 因此生命纪三十三章二十五节 这也说 日子如何 力量也如何 亲爱的朋友 再次读一次好不好 你的日子如何 力量也必如何 再一次好不好 日子如何 力量也必如何 今天礼拜天 你们好安息 好开心 对不对 然后明天 要上班了 一想到明天 你就忧虑了 一想到明天 你就烦恼了 一想到明天 你就很头痛了 但神说日子如何 力量也如何 当约了只有四五十人的时候 我们就一堂崇拜 现在五百多人的时候 我们三堂崇拜 现在对我来讲 讲三堂 讲三堂 好像很多 其实我们在一堂崇拜的时候 我们九点半开始 但不知道几点结束 我们约了刚开始 九点半 有时候到十二点 有时候到十二点半 现在五百 要讲三堂 但感谢主 神说日子如何 力量也就如何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 因为神要我们把焦点 放在的是今天当下 因此到了马太福音 六章三十四节 再读一次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忧虑 我们根本担不起 不要说明天 今天的忧虑 我们都担不起了 神要我们把焦点放在今天 跟自己说今天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因为在时间的洪流里面 在时间好久 有昨天 有今天 有明天 但只有今天是属于你和我的 不必为明天忧虑 千万有这是神的思想 神渴望我们在地上 你过日子 面对极大挑战的时候 你永远要把信心盼 放在今天 今天为你建立了明天的盼望 或许你说昨天 昨天有太多的忧伤 昨天我们太多的错误 昨天有太多的罪恶 昨天有太多的悔恨 昨天有太多 让我们没有办法出去的 确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去 我们过去 过去让我们真的伤心 过去让我们觉得 已经一蹶不振 过去让我们觉得 好像我们人生 因为过去把我拉扯 因为过去把我整个盼望拉掉了 现在弟兄姐妹 耶稣的盼望就在 耶稣最厉害 在你身上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终结过去 我们总是老没有办法终结过去 我们让我们的过去 永远过不去 你的过去父母亲怎么样 然后家里的债务怎么样 我们太多的力气 放在过去跟昨天 以至于你悔恨总觉得 就是昨天把我拉下来 过去 你很多的悔恨 但耶稣基督终结过去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过去从前是不能弥补的 也挽回不回来了 我们只能交托给神 阿们 不要让过去的昨天 影响你明天的盼望 阿们 不要让过去影响你的今天 而你今天创造明天的盼望 因此有一句话讲到 天赋每一天 吩咐海浪清洗岸边的足迹 抹去昨天的不快 铺上了今天的清醒 这就是为什么要四十天 四天当我们想到过去的时候 我的生命 无论我自己也好 家族也好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有一个处理 处理就一笔勾销 处理就把我们生命交给神 你不用一直再去想着 昨天怎样 悔恨的怎么样 现在这四十天 一方面处理过去 但更让我们站在今天展望未来 阿们 让我们学习 在这里我正要说 求神怜悯我们 每一天每一天 让我们学会的 就是神是养活麻雀的神 华里克牧师 他说你可以为明天做计划 但不必活在明天 因为你只能活在今天 你可以为明天计划 当然要计划 但你不必幻想着明天 因为你只能活在今天 而今天 让你遇到的每一个人 神要透过你遇到的每一个人 你来服侍他 而今天的时间的时光 是我们与神同行的印记 而今天所发生的很多 你没有办法想象的 你觉得是偶然的事情 是神 施恩的 媒介 我很渴望大家 记住这些话 今天你所预教的 每一个人是神 量给我们 要服侍他的机会 今天的每一天的时间 是我们与神同行的印记 今天 可能不在你预期里面 偶发的 偶然的 你觉得恰巧的 也好是神施恩的 媒介 留意到今天 今天可能在刹那之间 一个意念 一件事情的发生 都是神对我们生命中 很好的扩张跟学习 让我们拥抱今天神 给我们的责任 拥抱今天让我们学习的机会 现在为求主 联名我们 巴菲特 巴菲特 他面对困难的时候 他鼓励自己勇敢去面对他 他为什么之所以敢勇敢面对他 他有一个人生的座右名 叫做缩小你的目标 虽然没有PPT 但你写一下好吗 当你面对巨大挑战的时候 缩小你的目标 缩小目标的意思就是 即便挑战困难好大 但你把它缩小的意思是 从一次一小步开始 当你把它从大化小的时候 每一件小事 每一个小步伐 当你去经历它 你得胜了 你就越有信心跨越第二步 当你第一步能得胜 你就会有第二步 现在都有点叫同样的 今天我在这里 我要特别对每个家庭说话 神正在对我们说话 你不要想到说 我的那一个另一半 我的太太我的老公 我的另一半 想到他的缺点 我们要这样过一辈子 你一想到一辈子 你心就心灰意冷了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师母对我心灰意冷多少次 我的老公这坏脾气 我的老公这个缺点 想到这样的人 要跟他过一辈子 你就很难过一辈子 你想到的是什么 这个缺点不会一辈子的 我们每一天 有冲突 一天一天的面对 有冲突 一天一天的面对 一天一天的沟通 一天一天 很多时候我们拒绝沟通 我们不敢沟通 甚至阻碍沟通 就完全封闭沟通 所以觉得没有盼望 天哪 这种人这样 要一辈子 婚姻也是从一小步 一小步 一小步来的 所以当你想到 每一个小步 你们夫妻的关系 因着沟通跨越了 沟通跨越了 而且能够跟彼此了解的 跨越了 你就想到 既然在每一个小事情 神都带领我们跨越 所以无论怎样 你就对一生就有盼望 建堂 我想到三亿四亿 我都快头晕了 但是三亿四亿 请问三亿四亿怎么来 是一口气就三亿四亿吗 是大家的每一块钱 每一块钱 每一块钱 现在你知道吗 神的做事法则就是这样 日用的饮食 什么时候赐给我们 今日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 不要为明天而犹豫 不论是婚姻也好 你的工作也好 你的人生也好 有很多太困难艰难的事情 你一想到 那我这一生 你要把它分解 化成小目标 现在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 神在我们中间 要做成荣耀的工作 我也鼓励很多年轻人 谁不希望钱 谁都希望有钱 但钱不是突然就这样掉下来 为什么神要在小事 小钱上训练我们 大家在吗 神为什么在小事 小钱上训练我们 我常鼓励很多年轻的童工 不要因为 我们赚的不多 所以就随便花 我的人生哲学 没有这一套 因为赚很少 所以随便花 就是因为赚的很少 你更要谨慎花 阿妹 我从台北服饰到高雄 我看好多童工 我都快晕倒 没事跟我讲 牧师我跟你讲 反正我们都赚不多 我们一个月根本存不到钱 因为他感觉存不到钱 所以就随便花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今天有钱人 真的有钱人 你知道吗 有钱人 他成为有钱 不是因为他只是很会赚钱 成为有钱人 虽然我不是做生意的人 但我很多观念 我每次去看这些书的时候 看这些报道 分享的时候 我就发现神给我智慧 有钱人 你去看很多的报道 有钱人不是因为 他很会赚钱 成为有钱人 有钱人是 他知道怎么管理他的钱财 成为有钱人 如果你读过王永庆的传记 王永庆怎么成为有钱人 当然他赚很多 他都赚这么多了 但我看很多人 根本就不会 没有像王永庆会赚钱 但花钱比王永庆还厉害 听懂牧师在讲什么吗 你比如说反正就没有钱 所以每天随便喝一个饮料 随便买个东西 只要我喜欢 我是被欲望牵着走 被欲望牵着走 这一生你很难成为有钱的人 我有钱的定义 不是要像王永庆这样 我有钱的定义 不是要像郭台铭这样 我有钱的定义是 你真的在财务上自由 Amen 这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 你去读圣经 蚂蚁在夏天做什么 蚂蚁在冬天做什么 他们都懂得管理 懂得预备 你不要因为少没有 你的第一桶金 一百万怎么来 请问第一桶金 一百万怎么来 你说哇一百万 特别对这些青年人讲 一百万那太遥远 一百万 你如果除以十年 请问一年是几万 十万 说小一点对不对 有点盼望 十万 你十万再除以每个月 十二个月 多少钱 八千三百多块 对不对 好 这个八千三百多 再除以三十天 每一天呢 两百多块 你想到两百多块 十年之后可以成为一百万 你想到两百多块 十年之后可以成为一百万 容易 还是你一直想要盼望 幻想一百万掉下来 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这样 有一群人他们 哇 约着要去旅游 他们就来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然后他们说 山顶上更漂亮 哇 他们就很开心 哇 走到要准备要登顶 但来到登山口的时候 发现哇 傻眼了 几千街的台阶 要爬上这个几千街 才能到山顶 他们就犹豫了 就在他们犹豫的时候 就正好有一个老先生 就从山顶上下来 哇 他气定神弦 唱着歌走下来 这几个人非常讶异的 跑去说 老先生 你是怎样走上这几千街的台阶 老先生说 没有啊 我只是一次上一个台阶 听好 我只是一次上一个台阶 我就这样一直走到山顶上了 阿们 今天我再次要说 人生你要经历神 人生你要成功 不要在小事上 不要在小地方上 不要在小钱或各方面 因为没有什么 每一天你的时间 我回到每一天 每一天 我说好忙 每一天你若读不了一章圣经 请问你读十节圣经可不可以 若十节都不行 读五节可不可以 五节不行 读三节可不可以 三节没有 不要说三节没有 一节圣经可不可以 现在你知道吗 即便一节一节圣经 那时候华神 有个老师刚从美国 后来做了院长 赖建国院长 有一次我到他的办公室 跟他 我在神学院 我是一个问题学生 每次下课都要问很多问题 我找很多老师 因为神学太难 对我来讲 我发很多问题 赖建国院长就跟我讲 因为我们每天要读很多很多的书 你每一天持守读一章 或每一天哪怕这样 持守一节经文 现在你们还在吗 持守一章圣经 或持守一节 你就在那一节 今天我就讲哪一节 马太福音 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神顾念你日用的饮食 日用的需要 上帝知道你的需要 但上帝赐给你这需要的时间点 在哪里 今日 但我们不是 我们的想法 跟上帝的思想都撞起 我们要的是神 你早早给我 你一个月前 一年之前 十年之前 现在你要知道 今天你读神的话 是要你要明白 你要跟神的思想对焦 你要跟神 你要认识他 因此 你若不知道 你就很难明白 神的祝福是什么 赖老师就鼓励我 每一天 你就一张 持守一张 每一天至少 你都没有太忙 一节三节都好 总之你每一天 围绕在神的话 与同意的说 阿们 你再不行 没关系 你就看我们的直播 对不对 看直播也可以 总之每一天 让你里面 至少存一节 三节五节 甚至一张神的话 而哪一个有感动 就不断去默想那一节 或那两节经文 神的话 是我们生命的量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很多人问我说 牧师我的信心怎么样 我刚讲到 为什么神要我们学习 每一天每一天 来依靠他 因为你每一天 你没有神的话 没有神的话 请问是什么话 鬼话 还有人话 还有不像话 当你里面 每一天 不存留神的话 里面充满 许多世界的话 里面充满 许多世界的思想 没有神的话 不只是鬼话 人话 这不像话 你到最后 你都不知道 怎么做决定 因为你没有神的话 阿妹 没有神的话 你当然就焦虑 你就担忧 我们就会 明天忧虑 但神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明天自有 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阿妹 求神帮助我们 今天的信息很简单 但是呢 一天一天的里面 你所面对遇见的人 神让你所碰到的 每件事 神在为你 因为你的人生 是神为你计划 你的人生是神为你布局 你的人生是神在扩张 神掌管你的一生 神掌管你的今天 也掌管你的明天 既然你知道是神掌管 请问神掌管 请问那你要听谁的 既然你说神掌管 请问你要听谁 你就说 怎么今天遇到这个人 好倒霉 这个冤家路宅这个人 神今天就让你遇见 你冤家路宅的人 是要帮助你什么 哈喽 回答我 你不想遇到的人 冤家路宅 今天神让你遇见了 提醒你 提醒你什么 你放过他吗 你饶恕他吗 神正在训练你 现在条内你知道吗 雅各若不是遇见拉班 雅各就没办法成为以色列 雅各 神在他生命中 让他去到旧父拉班那里 因为拉班比他更诡诈 拉班比雅各更会骗 改了他十次二十次的工价 雅各 遇见他的旧父拉班 神在炼进雅各 以至于雅各 后来成为以色列 摩西 本来是牧羊的杖 人的杖 怎么成为神的杖 在旷野四十年 每一天做非常无聊 无趣 没有成就感的事 听好 摩西的四十年 是每一天 把羊赶到旷野 然后做非常无聊 无趣 没有成就感的事 神训练摩西 用这环境训练他 在无聊 甚至没有什么成就感 神让他学会 依靠神 阿们 千通姐 你知道吗 你的杖 怎么成为神的杖 你的性格里面的污秽 我们生命中的肮脏罪孽 神透过环境 透过人 怎么样炼进我们 你越讨厌的人 可能上帝越安排 那个人在你身边 有没有可能 我们都喜欢遇见 我们喜欢的人 讨厌的人 最好都不要出现 但神 你的人生是神计划的 是神定义 是神布局的 既然是神计划 神布局 神安排 因此我们要怎么样被扩张 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只有上帝知道 我们总是走容易的路 我们总是走那最轻松的路 最方便的路 但上帝今天我们预备 因为你整个人生是神计划 神布局 神安排 神掌管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的信息很简单 你不要轻看每一天 每一天 从小时 每一天 可能你做不了什么太伟大的事 但伟大的事是从你每一天 你如何在依靠神 每一天 无论怎样 每一天 神都在扩张你 学会 让你长智慧 因为为了明天 未来 你要成就神 伟大托付的事 阿们 就在今天 我几次 站在 Good TV 录影 祷告大军的时候 我想到 我过去 主啊 我也不是 那么会祷告的人 我也不是那么 对神 这么爱慕 可慕的人 我刚进林阳堂 连木道班 都排不到我们教 我读了七年神学 想 进到林阳堂 哇 要一盏宏图 这样拍谁 进到林阳堂 什么都不能 然后除了祷告会以外 谢院长跟乔老师 另外成立一个 比较追求性的祷告 除了既定的 教会性的祷告 那谢院长跟乔老师 他们比较带先知性的 比较有追求 神就感动我 要额外付出一个时间 去学 我刚进去的时候 哇 我说那些人好厉害 哇 他们能听见神的声音 能看见一些画面 我说我什么都听不见 什么都看不见 但我就在这里 一次一次进到 这样的祷告会 我开始学会 怎样祷告 你要学会祷告吗 你渴望有祷告生活吗 请问你害怕祷告吗 就不来祷告会吗 你渴望祷告 你渴望像我们台上这些 同工们这么会祷告 你不要害怕祷告 等一下马上两点半 牧师邀请你来祷告 你要学会祷告 不是逃避祷告 阿们 都不讲话 你们打定 你们是定义 等一下不来就对了 OK 我要鼓励大家 你如果要学会祷告 不是逃避祷告 不是不要祷告 你反而去面对 每一次的祷告 你就学会怎样祷告 阿们 我再说 人生是神掌管 神安排 神布局 因此神知道 你一生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事 会让你成就 上帝要托付 在你身上的事情 不是我安排 我安排都安排 跟我一哈 但神在你身边中会安排 跟你很不合的人 甚至是你很不喜欢的人 但你每一天怎么样学会 跟你很不喜欢的人 很不合的人 如何相处 神在这每一天日子 扩张我们 所以每一天遇到的人 每一天遇到的事情 每一天遇到的环境 不要把它当作偶然 当作恰巧 因为每一天 你看不懂 所以我们说 都是恰巧 但如果你知道 神掌管一切 每一天发生的事 就不是偶然 阿们 这么多好 都不是偶然 你在路上 遇见了一个人 我跟师母常常在路上走路 遇见这个弟兄姐妹 遇到那个 突然遇见 才知道他最近发生一些事 不然我们现在教会那么大 很多东西我不知道 但是我走在路上 就遇见他 然后他就分享 哎呀 刚好遇见牧师师母 你们 你以为是偶然吗 请问是偶然吗 我也不知道 今天他会走这条路 我也不知道 所以求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真的 在震动的日子里面 我们每一天 如何学会 与神同行 阿们 请我们进来 上来 我们会有一点时间 回应 让神的话 今天扎根在我们心中 我要来回应牧师的信息 牧师说要抓住今天 活在当下 神要给我们的是新鲜的 神的供应是一天一天来的 但是呢 我觉得我每次一想到 明天有很多的事情 其实我就非常的焦虑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 安排好了吗 这件事情妥当了吗 OK了吗 所以我都觉得 今天听牧师的信心 觉得在打破 我有一个未雨绸缪的 一个习惯 我是习惯要把事情 安排好的人 这个习惯应该是很不错吧 因为有规划 可是很多时候 我太依赖了我的规划 我太依赖我的计划 所以呢 即使我安排的妥妥当当 我觉得今天在告诉我 我仍然要学习依靠神 我想要分享一次 我有很深 有一次很深刻的一个经历 其实教会搬家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东西要就定位 有很多的繁琐的事情 很多的还没有在 清洁公司进来之前 其实教会的打扫 都是我们自己同工在扫 那牧师就说 那今天你就安排一下 礼拜五的时间 同工就来打扫 其实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讲 会觉得很简单 反正就是扫地嘛 就排一排人 就这样很简单 可以对我来讲 我就是一个非常要有规划 而且我要安排的 把人力各方面 我都要数算得很好 很均匀 然后整个打扫起来的空间 都是非常的完善 甚至说完美 所以其实我就是一直在伤脑筋 我到底要怎么安排这些人力 我越伤脑筋 我就越焦虑 我就越焦虑 我就没有办法安息 然后一直到了晚上 我就把这件事情 我跟神说 神啊 这是一件不是很大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我会这么紧张 我为什么会这么的焦虑 神啊 你帮助我 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你 我怎么让教会的清洁 会做到可以干净 让弟兄姐妹来非常的舒适 那我把这件事情交给神之后 不到一秒钟 我一个灵光乍现 神把我通通安排好 我就造成神给我的东西 就这样拍拍拍拍拍 可能不觉得怎么样 可是我这一 那一个时刻 我很经历到什么叫做 当将我的事情交托耶和华 因为神真的是 不会让我们失望的神 所以牧师讲 神给我们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我要在每一天的跟随的里面 其实这件事情让我认识到的是 神的供应都是及时的 神是不会误视的神 所以每次我一有教育来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神要我安静下来 神要我安静下来 把这件事情交给他 所以每次每次我就这样交托交托 很多的事情其实都不是我能做的 都是神有一个灵光乍现的灵感给我 所以在有时候我安排有些的事情 就这样子做完了 牧师师母所托付我的事情 不是在一个焦虑之下完成的 而是靠着神 是的神给我们的恩典 都是今天 一天一天一天 神真的是给我们够用的恩典 所以弟兄姊妹 有一次我也是 因为我的 本来介绍我去台北开道的一个 我台北以前的一个会员 他现在是传道人 他帮我排好 结果后来我留在高雄开道 这是我们碰面 他说我叫你去你就不要去 他就说他自己开完 出院回来就开始讲道 我说那我为什么回来没办法讲话 但是你知道原因不是我跟他讲 他说什么 王医师母神就知道 你需要多休息 如果你开完回来又开始讲道 因为我停不了 他说神就是知道 你就是这样 对啊 所以我要感谢神 我现在复原还没有 还可以讲话 但是讲大概一段就开始要渴了 因为已经喘不过来 所以很感恩 就觉得神的恩典够用 那有些时候会觉得 这么多事 这么多事 有一次我很焦虑 就开始又跟神讲 神的话就出来 可是我的忧虑都是忧虑神给我的福 孩子是不是神给你的福 可是让你很忧虑 很折磨你 这个事也是神给你的福 很多地方 焦虑要怎么理财 你为什么有财可以理 是因为神给你的福吗 可是你却焦虑 他说神给我们的福 使你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所以我就开始把这件事 这个福交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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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忧虑谢给他 今天的日子 问神怎么做 遇到了这个困神 神啊你觉得要怎么做 一步一步来 不要想明天 今天跟先生吵架 今天解决就好了 明天要吵了 明天再来吵 千万不要把明天的东西 拿来今天吵 很多人都是吵明天的东西 不然就吵过去 很少为今天的事吵 对不对 你们吵掉都吵过去 我讲 为什么要继续吵 因为怕你未来不改变 都是吵这些 很少为今天的事吵 所以每天我们一天的忧虑 一天够 我们开始学习 那祷告也是这样 今天第四天 前面三天也说 我怎么都没跟上 就没跟上 从今天开始 跟上今天就好了 就今天 那你说今天我也没安排 没关系 那就明天了 那一天就跟上 不要留待懊悔 所以我们要来祷告 兄姊妹 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祂顾念你日用的饮食 我不想现在你在烦恼什么 焦虑什么 我们从位置站立起来 你把你的烦恼 忧虑 这些事 现在这个时刻 今天带到主的面前 你开口 说主啊 我很担心什么事 什么事 我现在把这件事 交在你的手中 你开口 把你的忧虑 你挂虑的事 交给主 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谢谢你 孩子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为我们所挂虑的事 交给你 耶和华神是 顾念我们的神 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 主啊 你有恩典 慈爱为我们的冠冕 你是我们的路径 都地下自由 主啊 因此我们弟兄姊妹 不管我们的财务 主啊 不管我们的家庭 主啊 不管我们的工作 今天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 父啊 你必顾念我们 你必顾念我们 你必与我们同在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都诗歌来回应一声 我不知 明天将如何 没时刻 黯然度过 我不求 明天的阳光 你明天 活转明暗 我不为 将来而忧虑 因我知 主所应许 今天我必与主同行 他甚至前途光景 许多事明天将领导 许多事 许多事 难以明了 但我知 主掌管明天 他必要 令我相欠 也许多事 我不知 明天将如何 我早遇 贫困几何 那堪固 玛雀的恩主 你随我 时刻堪固 我虔诚 随经里水火 我快乐 火又在火 但我主 但我主 引导我路途 他报学 将我徒化 许多事 明天将领导 许多事 难以明了 但我知 主掌管明天 他必要 令我相欠 许多事 明天将领导 许多事 难以明了 但我知 主掌管明天 他必要 令我相欠 主明天的事 只有主知道 主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烦恼 但主你知道我们的习惯 不知道我们越要烦恼 但主啊你知道 主啊你带领 你引导 祝啊今天 祝啊在的话语的里面 再次把我们的心交托给你 一切重担只有你 你扛得起 你背负得起 主啊无论明天上班 还有很多重要的事 但主啊 你赐下平安 主啊你背负我们的重担 把我们一切 明天要交的报告 明天要做的事 明天进到职场 进到工作 主啊你引导你带领 因为你知道 你引导你掌管明天 愿我主耶稣 基督的恩惠天赋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引导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再把荣耀赞赞给神 好 祝福旁边的说 神掌管明天 一旦是 ane